这是一只名叫阿祖的肯老豹 小话报阿祖已经成年了一年多 但他却还在一直依靠母亲生存 长这么大他从来没有一次 成功捕获过猎物 从小娇生惯良的阿祖 他练着母亲的庇护 一直都没有离家的打算 他的母亲已经厌烦了 他的不劳而获 母亲就要离去了 阿祖孤身一人 无人知道 他将要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 只有在挑战中迅速成长起来 阿祖才能存活下去 清晨阳光明媚 所有动物都已经起床觅食 只有阿祖一人还在睡懒觉 和阿祖一样的通灵宝 早就独自一人外出觅食了 但阿祖已经三岁了 从来没有独自外出觅食过 阿祖有一个勤劳的母亲 每次母亲获得食物 都会被阿祖抢走或偷走 母亲不得不一直忙碌 阿祖的母亲从两岁成年后 就一直独自统治着这片土地 还把阿祖成功抚养长大了 阿祖的母亲在统治上很有成就 可在抚养女儿的问题上却碰壁了 她已经成年的女儿 此时本该在自己的领土上生存 繁衍后代 可懒散的女儿阿祖 却还留在母亲的地盘上 依赖着母亲与母亲共享一片领土 阿祖的母亲在阿祖还小的时候 就开始教阿祖独猎 帮助阿祖做好独立生存的准备 可女儿实在太懒了 她三岁了 还没捕过一次猎物 她宁愿吃母亲吃剩的食物 也不爱出捕食 这天清晨 阿祖就像往常一样 试图去抢走母亲的早餐 阿祖的母亲非常愤怒 这是她忙活一晚上 好不容易得来的猎物 母亲拒绝与阿祖分下 可任性的阿祖却搞出了很大的动静 这么大动静很有可能 会引来其他的捕食者 到时候母子俩都会有危险 母亲无奈 只得将自己的猎物让给阿祖 饿着肚子离开了 母亲看着贪婪的女儿 已经窝了一肚子活 她决定给女儿一点教训 阿祖吃饱喝足后 便在树干上浮沫大睡 直到傍晚醒来 却发现母亲不见了 她来到母亲经常喝水的地方 也不见母亲的踪迹 她只好等待河边 此时的阿祖还没意识到 母亲已经离开了 等了一天也不见母亲回来 阿祖终于明白 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 厌烦了女儿的想食 阿祖的母亲已搬到了 一公里外的树林 发报很少会与孩子这么分开 都会与孩子共享领地 但阿祖的母亲却彻底的 选择与女儿分开 这是阿祖从出生到现在 第一次尝试到孤身育人的感觉 夜晚来里 这是捕食者们觅食最好的机会 可阿祖却并没有出去觅食 而是在树上睡大觉 这片领地上最凶猛的狮子 莫霍克就在距离阿祖 300米的地方巡逻 阿祖在树上很安全 但经验不足的他 却决定下手走走 这里是莫霍克的领地中心 一旦莫霍克遇到阿祖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杀来阿祖 此时阿祖还正好朝莫霍克的方向走去 但莫霍克的声音 让阿祖停了下来 阿祖改变了路线 不过莫霍克却闻到了一股气味 幸好不是阿祖的气息 莫霍克掉转方向离开了 阿祖侥幸逃过了一劫 可饥饿又将他带入了 另外一处危险地带 两只猎狗正在进食 阿祖并不是他们的对手 可阿祖却不知死活地凑了上去 正在专心进食的猎狗 并没有发现阿祖正向他们靠近 猎狗势力不如阿祖 阿祖已经来到了猎狗身后 就在阿祖硬着头皮靠近时 猎狗终于发现了他 猎狗拒绝分享食物 赶走了阿祖 在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 花豹绝不会再靠近了 可鲁莽的阿祖 却进行了第二次尝试 阿祖不愿退后 他抢走了一小节肠子 猎狗以为已经赶走了阿祖 吃饱的猎狗准备睡觉了 聪明的话豹总知道何时收手 但阿祖习惯了从母亲那里吃白食 他以为还像在母亲那一样 能轻松便得到食物 阿祖又尝试第三次出手了 可这次还没靠近猎狗 便被猎狗发现了 脑怒的猎狗开始呼叫增援 阿祖并没有意识到危险 他又再一次靠近了 直到猎狗对他发起攻击 阿祖才意识到危险 选择离开 不过也受了伤 阿祖是幸运的 他奇迹的独自度过了 惊心动魄的一晚 但如果阿祖还是学不会独自受力 他或许都熬不过一周 被母亲抛弃之后 阿祖一直致力于寻找残根冷治 因为吃白食吃习惯了 他也一直以为 随处都能吃到白食 可他不知道的是 别人可不会像妈妈这样宠着他 这天阿祖被食物的味道吸引到了小树林 一同年长的公花豹 正在享用午餐 公花豹可以容忍自己的地盘上 出现一只母花豹 但也会拒绝与母花豹一起享用食物 眼看公花豹没有底 阿祖走到树下躺了下来 他以为只要他多等一会儿 也许公花豹便能分给他一点食物 可尽管阿祖保持低调 他的存在还是引起了沸沸的注意 沸沸发出了警报 周围所有的猎物也开始发出了警报 嘈杂的吵闹声吸引了 猎狗前来查看情况 公花豹为了自身安全 丢弃了自己的猎物 下树寻找庇护所 可刚下树便被沸沸包围 公花豹逃进了小树林 可是公花豹要想全身而退太难了 沸沸的吼叫声也吸引来了更大的麻烦 莫获克和族群成员 正在小树林周边巡视 阿祖迅速逃开了 庆幸的是狮群没有追上来 阿祖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没有了母亲 阿祖试图抢夺食物的行为 改变策略 他开始学习自己狩猎 到了夜晚 是狩猎的最好时机 距离阿祖被母亲抛弃 已经过了48小时 这48小时阿祖一直 致力于寻找残根冷治 可在尝试无数次碰壁之后 阿祖今晚在饥饿的驱使下 准备尝试狩猎了 一群在休息的赤灵吸引了阿祖的注意 虽然他之前经常看母亲狩猎赤灵 但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他开始学着母亲的样子 伏击赤灵 阿祖跑不过赤灵 但赤灵的势力没有阿祖好 阿祖只要悄悄靠近赤灵 等待赤灵睡着 他就有机会了 可阿祖等了半天 赤灵也不见睡觉 阿祖逐渐失去了耐心 赤灵还没睡着 阿祖便先睡着了 最终阿祖的第一次尝试 狩猎以失败告终 直到第二天清晨 阿祖睡够了 猎物也不见了 可阿祖也更饿了 阿祖不得不再次尝试狩猎 他从一群羚羊身边走过 可阿祖却并不打算追逐他们 阿祖也知道在白天 长途追逐猎物毫无意义 他需要的是突袭 阿祖走到一处沟壑里 并逐步向吃草的羚羊群靠近 而且还要避免被发现 尽管已经很小心 可阿祖还是被羚羊群发现 羚羊四散开来 阿祖只好将目标转移到小树林 尽管机闻很高 但阿祖非常饿 只能顶着猎日继续狩猎 希望能在小树林找到机会 很快阿祖发现了目标 茂密的树林为阿祖提供了庇护 他找到了一处藏身处 只需要耐心等待羚羊靠近 成功只日可待 可心急的阿祖还是 按耐不住急躁的性子 他抬起身来观看 这是一个狩猎新手很容易犯的错误 很遗憾阿祖又被发现了 在所有希望都落空时 他发现了一块被别人丢弃的食物 阿祖几乎毫不犹豫 吃掉了所剩无几的肉 在同一片领地上 熊豹的日子比阿祖还要难过 在成年后 熊豹就必须搬到自己的领地独自存活 而且不能共享领地 熊豹想要获得自己的领地 必须通过决斗获得一块领地 只允许有一个熊豹主人 赢者就有捕食和靠近雌花豹的权利 昨天三岁的熊花豹从老花豹 手中赢得了这片土地 此时他和阿祖共享着这片领地 信心十足的熊花豹开始巡逻领地 顺便找找对象 那么阿祖与这只熊花豹能相遇吗 小花豹阿祖今天早晨 准备再次外出狩猎 可走到一半他便闻到了 一种陌生的气味 这个味道让阿祖很上头 连狩猎的心思都没有了 专心寻找气味的来源 正所谓异性相吸吧 阿祖闻到的就是 一只熊性花豹的气味 阿祖已经做好了与熊性花豹 生儿育女的准备 在阿祖的努力下 他终于找到了熊花豹 一看见帅气的熊花豹 阿祖便已经方心暗许 似乎生活变得不再那么孤独了 可熊花豹再见到阿祖之后 并没有表现得很热情 对于谈恋爱这件事 熊花豹也是第一次 他也不了解阿祖 所以他转身离开了 可阿祖不想就这么放弃 好不容易找到对象 阿祖跟上了熊花豹的步伐 通常找对象都是熊花豹紧跟慈花豹 可阿祖目标非常明确 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 阿祖来到公花豹的面前 尝试着吸引公花豹的注意力 可无论阿祖怎么努力 公花豹都不为所动 但阿祖可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 他正试图做出最大的努力 可此时熊狮莫霍克的出现 打破了阿祖的好事 熊狮莫霍克将公花豹追赶到一棵树上 并将公花豹困在了树上 公花豹碍于熊狮的威严 直接不敢下树 熊狮莫霍克就在树下守着 而没被熊狮发现的阿祖 本可以轻而易举逃脱 但阿祖被欲望支配着 他不会就这么轻易的离开 阿祖留在了不远处的一个藏身地点 他再等熊狮失去兴趣 放公花豹离开 阿祖便有机会了 固执的阿祖准备与莫霍克 来一场意志力的较量 两个小时过去了 熊狮莫霍克终于受不了高温天气 带着母狮离开了 公花豹也得以脱身了 阿祖非常开心 他终于可以继续调情了 傍晚时分 两只花豹又重聚了 阿祖仍然想与公花豹有进一步发展 可阿祖还是没能吸引公花豹的注意力 心急的阿祖想直奔主题 他粗鲁地坐到了公花豹的头上 可阿祖的做法非但没能达到目的 还惹怒了公花豹 公花豹直接起身离开了 夜幕降临 在阿祖的努力争取之下 公花豹与阿祖的距离更近了一点 他们双双在夜色下漫步 眼力只有彼此 即便周围满是猎物 也不能吸引他们的目光 情到农时 公花豹也没有这么紧张了 当阿祖再次向他展示自己的时候 公花豹也做好了准备 他们有了第一次结合 可双方毕竟都是第一次 好几次都是不欢而散 但这并没有下退彼此 他们最终还是完成了交配 也许这次过后 阿祖就要当妈妈了 可公花豹是不会参与育儿的 他们在天明时便会分道扬镳 而阿祖并没有学会狩猎 如果怀孕 阿祖根本无法独自将幼崽抚养长大 不过这一次短暂的经历 让阿祖似乎多了一份信心 但是在完全独立之前 阿祖必须先学会狩猎 这一次阿祖表现得更加成熟稳重了 他没有选择在开阔的平原浪费时间 而是去了妈妈以前最爱狩猎的香肠树上 这棵树的花朵是羚羊最喜爱的 许多羚羊都会被花朵吸引而来 阿祖只需隐藏在树上 静待时机 这一次阿祖终于做到了 扑倒一只比自己还大的羚羊 对阿祖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他找到一处僻静安全的地方享用大餐 曾经那位娇生惯养的小公主 此时已经蜕变成了一位战士 阿祖成功地突破了自我 也学会了受力 与公花抱的一夜情 意味着不久后 阿祖就有了自己的家人 阿祖的未来可谓是一片光明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就结束了